經歷了多個月的修例風波 以及新冠疫情的雙重的衝擊 香港已經面臨一個非常嚴峻的局面 所有愛護香港 以香港為家的人都意識到 香港不能夠再這樣下去了 反對派不惜手段 以攬炒、意圖壞、利用汽油、彈襲擊警員 甚至製造遙控的炸彈砲 裝置大殺傷的武器 目的就是要損害所有香港人的共同利益 將香港推向懸崖邊緣 是不是真的想摧毀香港的未來 不會讓你成功的 澳圖還多次公然 侮辱國家和民族 包括 涂污了我們的國徽 焚燒國旗 展示港獨口號和標語 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濫用權力 惡意拉布 使眾多的經濟和萌生和防疫抗疫的相關法案 都無法及時通過 嚴重影響了立法會的正常運作 損害了香港特區的管治 更令人憂心的是 香港已經舉日了國際博弈的戰場 過去大半年 外部的勢力 假借民主 人權之名 鼓動暴力 犯罪 企圖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 一制中國的和平發展 最令人憤怒的 莫過於見到 個別反對派的人士 去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 和中國的內政 對香港實施制裁 此等行為 已經嚴重違反了基本法 觸碰一國兩制的原則底線 身為一個中國人 我們應該感到自豪的 我希望大家好好地想一想 回歸二十多年 香港人現時享有的集會 言論 新聞 出版 結社 經貿 旅遊等各種自由 到底有 兵 一行 比不上 回歸以前 當然沒有 好了 各種事情都一天在 事實上 中央政府堅守一國兩制的錯心 從來沒有改變過 我們必須作出最明智的抉擇 拒絕暴力 拒絕破壞 拒絕撕裂 拒絕 攬炒 我們要選擇的是法治 選擇的是團結 選擇的是發展 選擇的是安居六月 最近 一個民調顯示 80.4%的受訪者 對香港社會未來發展 感到擔心 或者非常擔心 在反修例運動 攬炒和疫情的多重打擊之下 毫無疑密 香港已經陷入困局 今天 大聯盟正式成立 我們馬上會跟共同發起人討論 然後宣布具體的工作計劃 在邀請各界代表參加成為共同發起人的過程中 我們有機會聽到一些方向性的想法 一 是大聯盟的工作肯定要包括振興經濟 大聯盟發起人當中有不少是物資供應鏈 包括生產商和需求方 包括環境衛生和教育界的代表 我希望通過大聯盟和民間的統籌協調 可以盡量減少香港市民的後顧之憂 為了支持教育界在服貨問題上的努力 這個星期六開始 大聯盟今天成立 我要感謝各方面朋友的鼓勵和支持 我更相信纏繞香港的結 我們一定可以一個一個解放在香港面前的機會 我們一定可以一個一個用號 香港再出發不是一個口號 而是我們的共同目標 是我們可以共同實現 必須共同實現的目標 大家加油 香港加油